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很多时候不是你同温层的东西你就不会知道 就像我对鞋子没什么概念 所以连这家公司这么厉害我也不知道 所以感谢Stanley告诉我 所以这边有家公司或许可以拿来介绍他一下下 Sure I'll do that 而且台湾的公司没什么好不介绍的 反正任何台湾人在世界上发光发热我们都予有荣烟 So this is a 13 billion sneaker fortune started on a pig farm in Taiwan OK 看一下这边图片的话就是说 像这样一个鞋子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说的是这个 华丽 which counts Nike among its customers produces more than 180 million pairs of shoes a year Cool 所以这个集团就是华丽 不是华丽转身的华丽 中华的华丽是利益的义 而利益的利不是利益的义 靠北 所以他是华 我把他名字打出来干什么 打出来也没关系 他华丽 那他的这个老板好像就是张聪渊 张聪这个CONG不念成con 不知道拼音的关系 张聪渊 我是有找一下下 不然你要我猜我也猜不出来是哪两个字 华丽我也猜不出来 说实在的 我想再回头看一下这边这个部分 所以13 billion 我们请不要把他搞混到 billion是10亿 所以13 billion是130亿美金 所以这家公司的市值是130亿 好可怕美金 OK 而他是一个sneaker sneaker就是我们说比较古老一点说鞋子 court shoes court就是你知道在像是那个羽毛球场上穿的 court shoes 好anyway 所以他sneaker fortune 那fortune直接讲财富这样子公司这样子 像财新500公司就是fortune500 所以你说fortune把它讲成是一个厉害的公司 好像也不是不对的 所以他是在一个养猪场来开始的 所以等于说他介绍了他的humble beginning 我们还蛮常看到这个词 那这里并没有但我就补给你 我们讲的humble beginning 并不是说你一开始的时候很谦虚 这个humble有的时候 他是一种委婉的方式说 你就是从小小的不起眼的 很烂的一个地方发迹起来这样子 我们就称它为humble beginning 不过这个片语是好的 他是个正面的意思 正面的意思 只是说你开头的时候蛮卑微的这样子 好 所以那这边还讲一下小标题 华丽Industrial Founder 这个Industrial是工业之类的意思 所以他把它翻译成是华丽实业 Founder 刚刚讲的张忠淵 Is Taiwan's richest person 这我还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所以他说他是台湾首富 我是不是一直以为是郭台铭还是谁的 或许早就不是 只是他最有名而已 他出来选总统 好 所以the footwear maker ships some 180 million pairs annually 所以刚刚说的他一年啊 180个million 那一个million就已经一百万了 百万千万 一亿八千万双的鞋子 一年伸出一亿八千万双的鞋子 Can you imagine this is a number that is very hard to fathom fathom这个词随便说一下 就是你去把它吞下去 然后理解它 fathom 发音也蛮好笑的 fathom 咬一下嘴巴 咬一下舌头 所以你不太好去理解这个数字 it's a number that is very hard to fathom 好听懂齁 那我现在看 讲个两段就好了 所以当这个张忠淵 started his sneaker business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he couldn't afford a regular factory so he converted a pig farm next to paddy fields in western Taiwan 当他开始他的sneaker business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所以他是超过三十年前开始的 he couldn't afford a regular factory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无法负担的起一个正常的工厂 所以怎么办呢 豆顶接下去再一个连接词 这是我在写作课常讲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一个主持动词之后 你可能来一个连接词 那连接词接在这边 再接着主持动词 或打成adjective what the hell conjunction ok 好然后你打完连接词接另外一句子再句点 这样就没问题 可是你能不能豆顶再接一个主持动词 我这样就违法了 那一个折衷的方法是 你可以再加一个连接词啊 就很像某种化学式有没有 你看看起来 什么接一个中间接一个 什么bonding的什么东西 再接一个这样接下去 所以这可以的 而且我们还很常看到 这个连接词说不定不见得出现在这里 好我这边稍微做一点整理 所以把它放下来这样一个句子 所以我们说不定也很常看到的结构是 这个连接词啊 说不定是跑到前面来的 没有人说一定要放在刚刚的中间 所以变大写 所以这个结构正好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报道里的句子 你看到Wayne有没有 当他开始他的sneaker business的时候 more than three decades ago 豆点接句子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豆点接句子 他 他没有办法负担起regular factory sure so he converted a pig farm 所以这边豆点后 so he converted a pig farm next to paddy fields in western 台湾 所以我这里要强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好同学我们一起看 我把这句子再吵一次 你看哦 如果 我把这里的豆点改成句点 情况还可以吗 或者 我把后面这个豆点 改成句点 可以吗 不可以 这就是错 所以 英文的标点符号 往往只有对跟错 没有什么 那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你的风格不同就好 no 所以这个不是style 这个不是style的问题 There is no gray area It's either right or wrong 所以 标点这件事情是我们台湾同学 学写作文的时候 常常忽略掉 或者掌握不好的一件事 所以 这个能够秀出你对于 写作的逻辑跟组织啊 就有没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foundation 好所以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 那 我刚刚说的是 这标点符号只有对跟错 或许我讲的太快 因为有些状况下是 用那个或这个标点符号 是真的也都可以的 可是绝对 不是逗点跟据点的都可以 我在这里说的是 有的时候像你在介绍一个东西 所以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人 他答我爸爸我妈妈之类的 所以你那个他答的那个介绍下去 你可以用逗点 So these are my two of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comma my dad and my mom 这样可以 那你用不用comma 你用hyphen可不可以 就一杠破折号 可以 你用两点冒号 these are two of my favorite people in the world 冒号 my mom and my dad 可以 所以这种在介绍东西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破折号 逗点跟冒号 但那是唯一的例外 所以其他的地方 用不用对标点符号 只有对跟错的 绝对没有说 你爽就好 没有这回事 我知道国文的写作不是这样 那我并没有说中文这样就比较不好 只是说英文的规则就是这么样的rigid 而我们 就是这个中文对于标点符号的要求 不是那么一样这样子 所以有的时候是 你这里来个句点OK啊 你这里用豆点可以啊 读起来顺就好 好你来回来这里 So他没有办法负担起一个正常的工厂 So he converted convert这个应该OK 就转换了 改造了一个pick farm 所以一个养猪场 next to patty fields 就是 就是那个 稻米田 好 稻米田 事实上你讲patty也已经够了 OK 所以有时候前面会加一个rice 所以rice patty就是稻田 好 所以我们比较到rice farm rice field 不是 rice patty OK 好那这样子可以 然后他今天呢 就这么厉害 today the founder of 华丽 industrial group is worth more than 13 billion 对不起 可以 according to bloomberg billionaire index 所以这个彭博新闻 竟然有一个亿万富翁的一个指标 华丽 华丽 which counts Nike incorporated converse incorporated and vans incorporated among its customers produces more than 180 million pairs of shoes a year 这算是刚刚讲过的那种 但总之他的客户就包括了 所以 he counts them as their customers 所以他 他算他们算尽 算成 把他们算成是他的客户 so counts Nike converse 这品牌不用我介绍 连vans你应该都熟了 好 所以这里可以 还需要再看吗 我觉得其实这样差不多了 说真的 因为后面就是一些 比较无聊的一些财经方面的报告 包括他甚至上了那个深圳的证教所啊 什么这些 所以go in public 所以go public的意思就是 他可以在一些程度上 表达的是 你把什么什么东西公租于世 这样 I'm going to go public about your wrongdoing 所以我把你做的错事情 go public about it 这可以 可是另外的go public go public的概念就是 那个 我们讲说 很多企业的那个上市啊 IPO啊 我们就说这个叫做公司 公开上市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叫做 一开始的那一个 就上市第一天你做的动作 就这个动作 简单的说 好 呃 然后他说 哦 看到是不是首富的部分 he is now wealthier than more famous names such as Terry Goh of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对 他现在比这个 Terry Goh就你知道就是 郭董 OK 那个郭台銘 所以他已经比 郭台銘这个 更有名的名字 还更有钱了 Now wealthier than more famous names such as Terry Goh 所以这里有more famous name 讲的就是 郭台銘 好 好 我觉得我们讲到这一代的狗 其实就短短了 我就只是想要 Stanley给了我这一个报导 那我觉得他上了蓬勃的新闻 真的 余有容颜 OK So I'm proud of you 我谁啊 我哪根冲啊 呵呵呵 but still I'm proud of you know our fellow countrymen our fellow Taiwanese stepping onto the world stage 然后成为这个世界上 知名的 鞋子的这个品牌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